她准备要去给我领证的时候 就是去我家了嘛 去我家跟我妈说了 然后晚上 她那天喝了点酒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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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跟我妈讲 她说了她喜欢我 要让她 该说到哪儿的 又忘了 因为我做了三次开颅手术 我的记性不好 然后所以说 有时候我会在台上 瞬间忘一些记忆 老师你们别介意 你们也别介意 我是一个病人 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那天也太晚了 她又喝点酒 我妈说你们先睡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老公在客厅里边睡 正睡着呢 我也不知道是装的 一会儿你们来问 其实我真不知道 她睡着正睡着 然后她就在沙发上 直接鼓蹈下来了 掉下来就说 冯安阳 就是她用 她不是用普通话叫 她说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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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哪儿的 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地叫我 然后就下来了 其实从那一刹那 那一刻吧 我妈其实真的感觉到 我在她心里 是有位置的 所以说 我妈也是 海兵 小伙子演技不错 有力啊 看过一段子 对吧 你老公一脚把她踢在床上 然后呢 做睡醒状 别碰我 别找我 我可是有老婆的人 这老婆 这个从床也起来 然后铺好被子 满怀感动 你是不是 真的 真的 那天我说梦话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然后只感觉头有点疼 摔的 假摔 没关系 有眼计在这个时代 也是天才 哈哈哈 对